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沐雪的电话里 把清初的情况说得很严重 而且现在大家谁都找不到清初了 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我跟龚龙说 他就肯定要陪我一起去 那如果我们俩一起去的时候 沐雪突然生气了 就不再让我们见清初了 怎么办 那你也不能自己去见沐雪啊 先不说沐雪这个人是不是病态 会不会危险到你的人身安全 再说你又背着龚龙去见沐千初 如果换作我是龚龙的话 这次我会真的不会高兴 这一点我倒是同意丸子的意见 单独这下沐雪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做法 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怀疑 但是我也不想因为我的怀疑 去擅自讨论一个已经离开的人 离开的人 你说的是龚龙的哥哥 你们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从一开始龚龙因为他哥哥 撤离了几张漫画找到你 再到沐雪让我调查你的漫画 最后到他和龚龙哥哥的关系 如果说 他和龙龙哥哥的死有关 如果沐雪跟龙龙哥哥的死有关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龙龙了 他好不容易从他哥哥去世 这个事情当中走出来 现在又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 我再告诉他 他再回到原来的状态怎么办呀 那可不行 我想好了 我要自己去见沐雪 不管他跟龙龙哥哥的死有没有关系 我都要亲自问清楚 那你打算怎么跟龙龙说啊 而且你今天可刚买着龙龙见完西背 我可不觉得从明天开始 他还会让一日乱跑啊 对啊 丸子 你不是要做产检吗 对啊 我有老公呀 你老公晕雪都可以 晕个妇科也负责为奇 只能这样了 嗯 姜龙 我陪你去吧 我说 我陪你一起去线沐雪 可是 龙豫现在和沐雪的关系 现在谁都不能确定 我也知道 你不想让公欧担心 但是 你绝对不能自己一个人去 因为事情是我先提出来的 如果你自己去 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我真的没法交代 不许 又不是吃人的大怪兽 他能把我怎么念了 小念 你就答应我这个要求吧 我都被他利用这么长时间了 还没当面跟他对过什么呢 再说了 我对他 肯定造成不了 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和公欧不一样 他不让你带公欧去见他 一定有什么原因的 而我 肯定不在他的计划里 可是 好了 别可是了 好吧 那谢谢你 我没胃口 你慢慢慢慢吃吧 给你做点别的 不用 不用 你慢慢慢慢吃 伯父 您吃好了 我吃好了 快吃早饭吧 小念 快 坐下吃饭 伯母 我今天还有点事 我就先不吃了 我去找丸子啊 去哪儿啊 坐下吃饭 有什么事想能比吃饭更重要 而且啊 你工作室不就在旁边吗 吃完再去嘛 装什么气 不是工作的事 不是工作的事 哪是什么事 好 稀背的事 我昨天晚上 看了他发声明了 我觉得挺好 不是解决了吗 你看了 我都不知道 我刚起来没看你 没看 你骗谁呢 你私下里啊 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你都会背了吧 晓鸥啊 这小念一坐下来 你就一直在说的 你给他留点面子好不好 看看人家伯母 妈 我知道了 听你的 等一下要去哪儿了 陪完速产检 今天是产检的日子 产检 今天米生正好也请假了 你们一起去啊 慢点啊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我觉得我上次 表现得挺挺挺勉敢的 不行 你之前见雪就晕 这次跟上次情况可不一样 现在宝宝更大了 一万一再晕雪的话 那我跟宝宝有多丢人 那不可能 我上次 我上次那是意外嘛 你听不听话 想不通你别想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 能让那个猪脑子想通的 现在立刻马上 回公司去上班 小念陪我去闪检 听清楚了没有 看来他知道我陪你来 看来他知道我陪你来 白云 你有没有觉得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咱们有一种 被他操控的感觉 这种感觉特别不好 但其实小念你想想 一个人究竟会怎么样 才会想去操纵这么多人 如果换是你 你不觉得累吗 或者说他这么做 会有其他的原因吧 或许是吧 算了 反正咱们也到这儿了 进去看看他 走 我自己能调好 白云 我们之间这个见面 晚了些日子 但是我们对互相 算是很了解了 感谢你为我做过的事情 最后一次 还是无偿服务 白宇现在是我的朋友 这个我知道 不过她在我这儿 也没有少拿钱 所以可以没有后顾之忧 这么长时间都不工作 我在工作 坐吧 你们两个不是打算 一直站着跟我说话吧 你到医院了吗 要不然我还是过去吧 我都说了不用 你好好给孩子赚奶粉钱 不好吗 那石小念呢 你让她接电话 我跟她嘱咐两句 上次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 啰哩啰嗦的 上次检查报告我都有带 季萍啊 这 杰冰快到了 来 这 谁啊 华尔华 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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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小念两人到底搞什么呀 神秘兮兮的 那个 阿姨没什么没什么 小念就是觉得我父母不在我身边 您比较有经验 那阿姨也得说说你啊 你们这些女孩子太没心眼了 管不管用 也得老公陪着呀 姐平啊 你父母不在身边 要不找一天阿姨帮你说说他 啊 阿姨到了 我们快去找他 快进去吧 要不然一会儿还得重新排队 好 走 你怎么回来了 小老板 这什么情况啊 丸子体检 为什么不让我跟着去 非要施晓念陪他去 我还想问你呢 你还问我 你老婆传检 为什么要让我女朋友陪着 这不是重点 小老板 你有没有听施晓念说过 这个丸子家里是不是来人呢 什么 就是我刚才给丸子打电话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 不会是我丈母娘来了 天下人 你丈母娘来了 为什么还要让我的女朋友 陪你老婆传见呢 这也不是重点啊 小老板 你说 我丈母娘如果真的来了 我是不是得跟人解释 我跟丸子怎么认识 怎么结婚呢 怎么就怀孕了 将来孩子谁带 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万一他要留下来照顾丸子 算了 算了 跟你说这个也没用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得跟你汇报 前出在哪儿 这么多事情 你第一个还是问的前出 看来我弟弟在你心里 还是很重要的 我很为他感到高兴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样一直针对我 看来 他真的不知道我跟龚渝的事 因为你是龚游身边最大的弱点 不从你和你的工作室下手 要想得到恩义 岂不是困难重重 很感谢你的出现啊 石小姐 所以你找人下陷阱 来诬陷想念侵权 牟总 您的手段 真是让人不敢恭维 我从来没做什么 我不该做的事情 而且版权的问题你们就知道 合同也是你自愿签的 这个事情我认 是我自己的问题 不过你姐觉得还不错 这只是一个提醒 你要知道你的父母 你妹妹 你和千出的关系 你所有的生活状态 都会成为龚游的障碍 你身上的把柄太多了 对龚游的影响 只是迟早而已 小莲 她现在说什么都不知道相信 石小姐心里怎么想 没有人能控制得了 但我相信 她现在更愿意跟我单独聊聊 白玉 我跟墨学姐单独聊聊 你到外面等我吧 你别等她胡说 放心 我心里有数 据说陈买他们公司的新技术 是从国外最新的一个主系统 基础上开发来的 而且陈白把恩义走的老员工 全部拿到自己团队 说这套新系统不是针对恩义 反正我是不行 针对恩义 这不是重点吧 从她离开公司之后 就一直在针对恩义 这不算什么新闻啊 只不过 什么 她的整套系统 还有后续的生产力 不是凡胜这一家公司 能够承受得了的 她一定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 还有资金链来实现 她又找到新的合作方了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 这是英国那边的专家 给出的基础诊断 和后续治疗方案 她们的建议是 希望签出尽快过去治疗 什么意思 虽然表面上看上去 签出的病情 并没有那么严重 但其实 两次视力恢复手术 再加上上次的车祸 医生的意思是 她很有可能救济复发 救济复发 就是说她再次有可能 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只是一种情况 也许 会有更严重的情况 签出需要治疗 给她治疗的最好人选 当然是石小姐你 如果不是你 她不会选择这个时候离开 当然 她也有可能不愿意治疗 造成什么后果 可能跟你没什么关系 但是你可以做到不在意吗 商业竞争上的事情 跟你没有关系 我也不想多说 但是 我很希望你可以陪签出去治疗 坦白说 我不愿意签出 占据我在牧师的地位 但是我更不想 失去这个弟弟 到底是什么目的 我只想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一切 你控制和伤害我身边重要的人 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 你不是帮我 你帮的是你自己 帮签出恢复健康 帮你妹妹和你的家人 把不光彩的事情压下来 至于公欧 我也可以答应你 就算我对恩义下手 我也还是可以将她和她哥哥 最重视的技术留下来 这样 她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词称姐 其实你最大的弱点 就是在乎的人 在乎的是太多 你总想保护别人 当然 你今天可以拒绝我 但是 你做不到 对 我做不到 不能让千叔因为我和小迪的事情 受到伤害 不能让小迪和我的家人出事 也不能让 也不能让顾欧伤心难过 我答应你 我赔钱出去 可是等他康复之后 我还会回到公务身边 不管那个时候他和恩义处于什么状况 我希望 你能说到做到 我说到做到 你能让我去 千叔的地址告诉我 回去收拾一下 就会过去 我的人已经在后门等你了 所有的事情 我都为你安排好 我知道了 意料之中 不过你不担心公屋吗 我可以理解你 可是他可不一定 他可能会觉得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就不劳烦您费心了 我比谁都更清楚 千叔一直以来都是我和他之间最大的心结 我们谁都做不到完全不在乎 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让彼此更明白 对这件事的看法 你做这一切 跟公屋的哥哥公寓 有关系吗 如果公寓 实现在公屋的位置 你还会做这些事吗 我要做的事情 不会被任何感情作用 怎么去你自己 是小念的 穆雪 我问你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你快告诉我 你不知道 虽然是他没想告诉我 你 你好 刚才坐着那个女孩呢 应该是从后门走了吧 韩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龚老先生的身体 到这岁数谁还没点想毛病 养养就好了 你先去忙吧 那龚老先生 我先走了 谢谢医生 伯父 要不然我让龚欧伯母回来 不用 不用 阿姨去买菜了 不用找他 我呢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好吧 小年啊 小鸟这孩子 她心势重 小鸟这孩子 她心势重 很多事情 她不愿意告诉别人 所以 我希望你能经常跟她沟通 经常跟她聊聊天 因为 以后陪在她身边的人 就是你 管我 行 去忙吧 好 伯父好好休息 好的 好 喂 夏宅刚才去见暮雪了 说什么 他在哪儿 他现在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 沐雪儿约是想念 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 或者说 它是针对于你和恩义 还有沐千初 我现在问你他人在哪儿 我也想知道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老婆的电话 看她知道什么 小老板 这件事我必须提早 赶紧打 小老板 他不接 一段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明远孤单 不辜负 喂 你在哪儿 是想念在哪儿 他跟我一块儿在做检查啊 你撒谎 他去见完沐雪之后 联系你们没有 他现在人在哪儿 赶紧说 你们是怎么想的 让她一个人去见过雪 我太没联系 我也不知道呀 谁陪你去检查的 是苗阿姨了 小妮安派的苗阿姨来陪我做检查 那他现在怎么样人呢 你有联系到他吗 没事 就这样吧 你好好检查 我去找他 帅哥 我去找他 我寻找你 填渺 蜊 蜊 蜊 在我未来所有的规划 所有的事情的一切都有变子 但是非独是小念 她不是变数 是定数 因为我爱她 真纯 你平安就好 别的交给我 我爱到无数 这一场你孤单 不辜负 有吧 石家姐 小木就在等你了 对不起 公公 等我回来 刚才是我太激动了 把我送回去之后 你去医院 去看看你老婆 别说什么事 我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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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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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谁叫你来的 你姐姐找我来的 我本来也不想来 可是你这个人 真的挺过分的 小的时候什么都跟我说 现在长大了可倒好了 什么事都不跟我说了 我表示抗议 我姐想起来 她还说了什么 她还说让我陪你出国散散心 那龚欧知道你来这儿吗 她也不拦着你 她就让你来 喝点水吧 喝点水吧 看来她不知道 晓妮 你知不知道我姐她这个 我现在只想好好照顾你 其他的我也 什么都不想考虑 希望你快点康复起来 你一点东西不吃可不行 好 粥都凉了 我去给你热一下 然后咱们把它吃了好不好 好 签冲出国的事情 安排得怎么样了 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 国外的疗养机构那边 我已经约好了 她的主治医生 我也联系好了 生活上的一切安排 也差不多了 她最近情绪怎么样 今天石小念过去了 他们没出什么情况吧 并没有 一切都很正常 石小念照顾得十分细心 而且也没有发现 他们和外界有什么联系 那只是看起来 我这个弟弟 我心里清楚得很 虽然心地善良 但是把他逼急了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对了 牟总 这段时间 您让我收集的几位股东 对股权收购问题的想法 有几个硬股痛 一直都在撑着 我觉得可能 无非就是价格的问题 这点倒是好说 关键是他们的做法 严重影响了 其他股东的态度 我总觉得这件事上 应该还有人做了些手脚 还能是谁 不就是我那个爸爸 永远只会跟我走对 你说什么 小念不见了 来 老婆 你别担心 我别担心 那可能就是手机没电了 或者啊 可能跟沐雪聊完 自己找个地方 什么想想什么的 她这么大人了 她应该也不会出这么门离 你放心 都怪我 我真是个猪脑子 不是 我连猪都不如 我怎么能让她自己 那公屋呢 她现在在哪儿啊 小老板一直在联系沐雪 但沐雪里面没消息 那 那我还在这儿干吗 我快去找呀 走啊 在这儿干吗呀你啊 你冷静点 小老板特意叮嘱了 你现在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不行 我待不住 万一小念有点什么事 我得后悔一辈子 我得去找个人 问有什么情况 我得去跟她找找小念 谢谢周总 路总 股权的事情 小叶之前跟您聊过了 我们也按照您的意愿 做了些调整 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顾虑吗 牟总 深夜造访寒舍 原来是为此事啊 不瞒您说 我目前 暂时还没有让渡股权的大错 是我们开的条件 您不够满意 还是 牟总 根本就不是什么钱的事 我确实有苦衷啊 希望你可以理解 其实 我觉得你回去以后 可以跟老爷子聊一聊 你有没有考虑过 牟师这么多年 一直是靠我支持的 我爸的意见到现在为止 对你们来说 还这么重要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现在是什么情况 晓妮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你不是跟那一块儿去的吗 人没了你都不知道 晓妮让我出去吗 然后 她跟沐雪单独聊一些事情 她单独跟沐雪聊 她能跟沐雪聊什么呀 目前出发 那有百亿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包啊 行行行行 我们脑子都有包 公 对不起啊 晓妮 我们一定帮你找到 那我看晓妮的意思 并不想让我们找到她 不管怎么样 先找到沐雪 照顾好了啊 小老板 怎么样 她怎么说 有消息了吗 没有没有 我才去打个电话问问 我看 倩初呢 倩初在哪呢 我和你爸好久都联系不上他 公司股权的事情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啊 但是在这之前 你先回答我 倩初在哪儿 你把她藏哪儿去了 倩初 倩初 你们的心里就只有倩初 小雪 这根本就是两回事 我就问你 倩初在哪儿 倩初不见了就来问我 为什么不是你的宝贝儿子 自己跑出去 为什么就认定了是我的问题 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有的 你自己干了什么 你自己清楚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让你失望 爸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年你做的事情 说的话 让我有多失望 十年之约说不做书就不做书 我真的很想问问你 到底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哪儿做得不对 让你这么对我 让你这么糟蹋我 这么多年一来都不做 和许 这些事 咱们可以以后慢慢说 现在耽误之心 耽误之心是找到千初啊 你们心里只有千初是不是 你们心里只有千初是不是 那我就告诉你们 千初确实在我哪儿 但是我会把她送到过来 你们谁也别想见到她 小薰 你红脑什么呀你 我 我这什么意思啊 你要把千初送到哪儿去啊 如果你不把公司的圈圈交开 我就会把千初送出去 千初现在身体里能都知道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千万不要埋怨 毕竟在千初和公司之间 你还是没有选择千初 你还是要把你帮你 说来说去 你就是想要公司啊 对 我要的就是公司 但是你一定逼我用这种方式 跟你正确 我也没有办法 小雪 任忠哥是你的亲弟弟啊 妈 爸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 沐雪 也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爸 这些年 我一直拼了命地努力 想得到你的认可 但是我到头来才发现 只要有前出在 您都不会正眼看我一眼 不管我做得再多 做得再好 对于你来说 都只是前出的配置 是他的影子吧 可是你莫想过 你做的这些 就一定是庆楚想要的 庆楚想要什么 我庆熟得很 是吗 到当时你们知道 实体欺骗庆楚的时候 庆楚想跟时想念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又把这血压了下 你这也是为了庆楚好吗 我不用你来教育我 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以来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姐弟俩 我对得起庆楚 我更对得起你 你如果对我有什么情绪 你可以冲我来啊 你为什么冲你弟弟啊 你想干什么呀 我 事情到了现在 你还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有什么问题 我以为你做的这些 都是因为他爱庆楚 其实你爱的只有你自己 事儿 也要求你 就是一个女孩 你一个人 就是因为女孩 你一个事儿 我告诉你 那一件事儿 实断是为了 他要解释 我自己的事儿 怎么就是 这件事儿